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二少爷 你这背后拿的是什么呀 送我的呀 不是 整个护卫队 除了我 没人喜欢这东西了吧 幼稚 二少爷 你手上的伤 没什么 二少爷是做风筝受的伤 二少爷 阿牧 二少爷昨日专门问我怎么做风筝 又要亲自动手 手被竹子割破了 二少爷 你是为谁做的风筝呀 明镶 胆子越来越大了 明镶不敢 阿牧 记得放风筝哦 香味怎么这么熟悉 少爷可 好 好一个美人 等一下 转过来 你是哪里的 他是预言楼派来给大少爷送药的 送药 大少爷不就在预言楼吗 你是药堂的 难道大夫没跟你说过 身上不可以沾染香粉吗 你是谁 来山庄干什么的 二少爷 他身上的味道和煞月阁大长老一模一样 我是预言楼派来给大少爷送药的 别动 还嘴硬 二少爷 他真是预言楼的 前几日也是他来山庄给大少爷送药菜 你是不是想害大少爷 我不知道 我只是放没有来送药的 大少爷不会有危险吧 去预言楼 阿亮 找找你 是 我也去 不用了 你把他送进地楼 拿着 啊 啊 阿牧 阿亮 怎么了 发生什么了 我们遇袭了 大少爷受伤了 他们人呢 后面 阿宁 发生什么了 怎么伤得这么严重啊 外事 路上遇袭了 大少爷 你没事吧 放心吧 我没事 那我们赶紧进屋吧 阿念 走 御元楼的管事 挟持了大少爷 是啊 幸好我眼疾手快 趁其不备 连发暗器 才救下大少爷和阿念的 可是那管事也一计毙命了呀 线索又断 那你说是线索重要 还是大少爷跟阿念的命更重要 行行行 你说的都对 那其他人呢 掌柜的趁着管事挟持大少爷时 已经跑了 那几名大夫 是最近才被请入预言楼的 手无负极之力 对煞月阁毫不知情 二少爷 大少爷 一直去预言楼治疗退机 你说会不会是 大哥不可能和煞月阁有关 可是事情的确有蹊跷 名下说 预言楼的这个小厮 经常来给大少爷送药 今天那包药是有毒的 那如果是以前呢 有没有可能是为了刺探山庄的情况呢 大少爷他完全不知情吗 预言楼的目标不是大哥 是我 所以大哥不会发现什么 你好好养伤 我去探望大哥 阿良 在 这段时间你去别院 先保护大哥 好 我呢 你当然是照顾护卫长呀 不过 阿牧 你单凭闻到那丝身上的香味 你就知道它有问题 你鼻子很灵啊 自然 我爹以前就是 行了 快去保护你的大少爷吧 那你能闻出我是什么香味吗 二少爷呢 阿你呢 二少爷是桂花香 你呢 狗狗香 你骂我 你骂我 啊 安妮你醒了 哎慢点 慢点 是要喝水吗 还在烧 看来伤口还是在化弄 你要去茅房吗 来我带你去 慢点 怎么了 喂 你看什么呢 哦 我 我自己来吧 没事我扶你吧 对不起对不起 疼不疼 啊你先出去吧 没关系啊 出去 哦 你岁月停落了之后 年纪中 见面自己 也格外温柔情 似的一世故乡 你说不说好 不说过人 二哥 我将不是回庄 哦对了 我把胡素儿 带回来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谁借我忧愁 往后灵球 谁帮我 谁叫我 谁借我心话 谁是清白 谁说我荒唐 谁看白骨红酒 谁又破镜 谁又多近 谁无牵挂 都算了吧 往后灵球 谁杀人谁倒酒 谁见我 忧愁 往后灵球 谁帮我 谁叫我 谁借我心话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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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